忙了两天,这度假的订婚宴才圆满结束了,老太太给两个孩子装了不少零食,一家人才被送了出去。 今天的饭菜真好吃,嗯,我回去了就和牛蛋哥说,他一定馋死了,呵呵呵,呵呵。 沈志书想到兄弟的样子就开怀大笑,这两天娘亲不在家,他已经馋到不行了。 上次啊,这孩子回去的时候被他娘修理得够呛,估计再不会说那些话了吧。 一家人想到那天聚餐,这孩子口无遮拦,第二天屁股肿得老高,就知道一定是被家暴了。 大家没有同情,反而觉得十分搞笑,还开玩笑地说让杨大嫂多打两下,两边屁股一样打才算圆满。 哎,大娘的猪尾巴冻黄豆,送去了没? 这两天真是忙糊涂了,昨天放在火炉子上的砂锅也不知怎样了。 家里没有人处理吧,大娘在集市上姑叫等一早上,那下次也别想做生意了,姑叫被骂死。 嘿嘿,一大早就送去了,咱们爹,你的相公可是非常厉害的人哦。 孩子说了话,乔景文放下心来,这男人也不是一无是处吗? 把打包回的饭菜热了一下,就是一顿晚饭了。 一家人,包括前来蹭饭的牛蛋都吃得非常开心。 晚饭后,一家人开始第一次开会,就是关于前几天,沈之书身上的伤的问题。 很显然,直书那孩子根本不愿意多说,对家里人询问闭口不谈。 无论乔景文怎么哄,还是不愿开口,只说自己不小心弄的,和别人没有关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